从主耶稣圣名为主正道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叫神河满了水 那我们要透过诗篇65篇 我们一同来学习 诗篇第65篇 我们一同打开圣经 诗篇65篇 翻到我们一起开圣诵读 奉诀书圣名读圣经 神啊 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喜的愿 也要向你偿皇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 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放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之主了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 秉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依靠的 你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诸商 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烂的响声 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 住在地极的人 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润平离井 降甘霖 使地卵和 其中发展的 门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树腰 草场以羊群为一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感谢赞美主 这一篇诗篇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篇 其中有一节是我们经常会引用的 就是65篇的第11节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那这只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节 那这一节是在65篇当中 那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篇 我们共同来学习 我们要分三个部分 分享 那第一个部分 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叫做 聆听祷告的主 聆听祷告的主 我们一起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大卫说 大卫说 神啊 西安的人都等候 我赞美你 所喜的愿 也要向你 偿皇 那这一节 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 在面对那位 祷告的主 面对那位 至高的神 我们的一种态度 我们的态度 是用等候的心 来赞美 那一位神 那这种等候的心 他其实里头 是充满着 敬虔和安静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 以为说 是可以随意的 或者说 随时的开始 当然可以随时开始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心 却并不平静 我们的心 是浮躁不安的 我们里头 缺少一颗 等候的心 在诗篇当中 有记载 我的心 你当默默无神 要专心 等候神 有许多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 等待 我们的心在那里 好像波澜一样 澎湃 然而 我们 要 仰望 那一位主 那这是第一节 上半节 我们看到要等候 赞美你 等候赞美你 其实赞美 这也是我们向神 祷告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等候 赞美 一个是等候 另外一个就是赞美 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 我们只有祈求 或者可能有赞美 但是这种赞美 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赞美 主啊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我们的赞美是没有等候的 是没有预备的 比如说我们祷告当第一句话叫 奉主耶稣 圣明祷告 然后紧接着我们常会说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没有错 第一句话 我们就已经有赞美神了 但是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 来赞美的 你已经预备好 那颗心 来赞美了吗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去祷告呢 许多人是在自己没有办法的 走投无路的 这时候才被逼到神的面前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但是 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关注的可能并不是 赞美那位神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神看重的并不是 我们向他求了什么 而更看重的是 我们一颗 等候赞美的心 这其实是一种 敬拜的态度 当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神自然而然 有的时候 也能够 解决我们的需要 满足我们内心的疑问 那再来第二 第一节的下半节说 所洗的愿 也要向你偿还 这也是敬拜的一个态度 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些约定 或者说一些承诺 神啊你只要 成全这件事情 我要向你还一个愿 我要跟你立一个什么样的志 这些都是祷告中 常常有的 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 哈拿 他不能说生语 那他就向神 喜愿祷告 他说生的第一个孩子 要奉献给神 那他成为拿希尔人 最后他也还了 所洗的愿 他就约圣经中许多这样 许愿的祷告 但许愿的祷告 圣经里面说 要还愿啊 如果许愿没有还愿啊 神必然要向我们追讨 当然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用 很少用喜愿这个词 我们可能最多立志 主要立志 要怎么样 相成立定心志 主耶稣为我们使 我们为他而活 我们内心 被主的道理所感动 生发出的一种志向 我们要靠近主 我们要按照主的真理去行 那再来 我们在敬拜中 其实也有一个难处 就是会有罪恶的拦阻 罪恶的拦阻 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需要去面对的 我们看第二节跟第三节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放 你都要赦免 第二节这里说 听祷告的主啊 我们这位主 他是聆听祷告的主 那也把这句话 成为这一点里头的一个重要的词 聆听祷告的主 那为什么要把它特别的提出来 我们知道我们在世间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许多时候 我们内心需要向人倾诉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 给人说明 但是我们发现 我常常有许多人 并不是很耐心的听我们讲 渐渐我们也发现 我们内心的这么多疑问 世人很难解决 甚至是配偶 可能很多时候都很不耐防 听你讲 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每个人好像时间都很宝贵 如果有一个人 要跟你倾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可能会说 我没时间 你等等 但是我们的神 祂是聆听祷告的主 当没有人可以倾诉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这位主是可以倾诉的 今天其实有很多人 他犯了忧郁症 为什么会得忧郁症 因为内心的苦 无人倾诉 内心的苦 也没有人可以理解 所以都羁押在心里 成为重当 忧虑 我们不像小孩子 小孩子他可以每天 讲很多的话 开心的 不开心的 他喜欢的东西 他嘴巴 你看他说 他无时无刻的在讲 他可以自己讲 所以小孩子 他的快乐 很单纯 他很容易满足 但是作为成年人 我们可能 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像孩子那样子 整天 嘴巴一直在说 那当然 可能别人觉得说 这个还像个孩子一样 但正因为这样子 所有许多的问题 都积蓄在心中 那相对而言 基督徒一个 重视祷告的基督徒 他的内心其实是不容易忧郁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痛苦 都向神诉说了 有一些人 他每天很早就起来 向神祷告 等祷告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还不够 那把内心所有的需要 都告诉神 我们想一想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忧虑 只要将我们 心里所要的 告诉神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有时我们的需要 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的祈求 很少 我们向神 祷告的时间 是很少的 我们 只 关注这一切 好像身边 这些现象 我们很少去 关注 那位神 那我们 其实要 回归到 神的面前 基督徒 其实是 最不容易 得忧郁症的 因为圣经 告诉我们 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叫我们 不要忧虑 忧虑 其实是 其实是我们 每个信主人 很对口的 能够战胜的 一样疾病 就是 不要忧虑 很多时候 我们虽然有 祷告了 但是我们的心 却仍然 没有交托 主 我们很多时候 祷告了 但是我们的祷告 其实很短 很浮躁 祷告一两分钟 就起来了 我们想一想 有哪一些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只要一两分钟 就可以解决呢 其实在祷告当中 我们会把内心 所有的东西 倾诉出来 那我们有时候 也很清楚 有些问题 并不需要解决 而是需要 倾诉 就好像一个妻子 把心理的苦 告诉自己的丈夫 当然很多时候 妻子并不是说 你要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 你要理解我 你要倾听我内心的痛苦 那当你有耐心 听他讲完之后 你发现说 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那我们在描述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发现 有些问题 它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我们内心感觉很严重 但是当你倾诉出来的时候 有一部分情感已经被释放出来 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 其实有其中一部分 是情绪方面的问题 就是你很多情绪是压抑在心里的 没办法诉说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向神倾诉 把内心的这种苦 给他抒发出去 我们有时候在听人讲话的时候 其实有的人很生气的时候讲 你要去分辨有两样东西 一样可能是事实层面的 还有一样是情绪层面的 那我们要将事实跟情绪分开 当一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 他所讲的事实可能会过于夸大 当然不是没有根据 他也有根据 但是因为他内心很痛苦 他会觉得说 哇 死定了 哇 怎么样了 这个人要完蛋了等等 我们可能会把问题过于的夸大 同样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向神倾诉 那所有的问题就压在心里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要向神祷告 圣经里面教我们不要忧虑 他说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忧虑 忧虑是什么 忧虑就是我们花今天的时间 花当下的时间 我们去猜想未来 未来的情况 未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但当然他在神的手中 我们只要过好每一天 这一天当中 我要有哪些事情 我要去做 我们向神说 那其实这样子的生命 更加的有力量 但不是说我们不要规划 但是如果我们长远的这种规划 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甚至你迈开一步可能都很难 你虽然计划好几年 但是你今天这个小目标你都达不到 今天能够让你跨越过明天的那一条路 你都走不出去 谈何明天 所以我们每一天 其实你们说一天的难处 一天单就够了 其实未来的规划 它也是要解决掉我们每一天的难处 那我们把每一天的难处都解决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 也更加的有力量 有底气 那我们也更加清楚 明天要怎么样 反正还是要靠主 还是要仰望主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这位主 祂是听祷告的主 也许你在世上 你找不到一个知心人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很多知心的话 但是我们的主 祂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祂不会嫌我们 跟祂讲一个小时太短 两个小时太长 他无论我们在祂面前 我们祷告两个小时 跟祂倾诉三个小时 祂都不会嫌说 你太啰嗦了 你这样的时间太长了 其实神都在吹听 当我们祷告 我们跟神的沟通 也是不断地在 不断地在斩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跟神的关系 好像朋友间的关系 刚开始我们祷告 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好像两个陌生的朋友 两个陌生人 要交朋友 刚开始很多东西不懂 我们说话不投机 半句多 你讲几句就感觉没话讲 同样跟神也是一样 刚开始会有点话不投机 因为我们不了解祂 但透过我们读圣经 我们听道理 我们更加的明白 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所以渐渐渐渐 我们发现说 我们跟神越来越有话讲 我们该怎样祷告 更符合神的心意 所以这就是 其实慢慢我们会跟神 建立起来一种互动的一种关系 我们向神祷告 祂在听我们 然后祂有时候也在我们里头 有一些微小的声音 让我们在圣灵充满中 会想起主的话 原来这个问题 我们要这样子来解决 其实我们生活中 有许许多多的难处 但有一大部分是需要倾诉的 那谁可以倾诉呢 我们这位主是可以倾诉的 很多时候 当我们要跟人去表述的时候 也许你带着情绪 你有时候不知道 怎么样描述更合理 那我们跟主 当然我们可以 有的时候可以 可以跟他提前 跟他讲 当然讲完之后 你发现说 有一些部分 我可能要求助我的同伴 去问 到底这个问题 要怎么样来解决 那我们发现说 神也借助我们的伙伴 也在引导我们 再来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我们刚才所读的 其实我们在祷告中 还有一个拦阻 那就是罪的拦阻 那罪的问题 要怎么样解决呢 神可以帮我们解决 我看到这里说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放 你都要赦免 曾经我们孤单无助 我们陷在罪恶过放当中 无法自拔 但是我们回归到神的殿中 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这一切的过放 向他坦白 我们主耶稣 他保血救赎我们 当我们诚实认自己罪的时候 他的保血就要洗尽我们一切的不已 有许多人 可能多年 很多年前他就受洗了 但是因为道理 不明白 他的世界上做了许许多多 可能不逃生喜悦的事情 当有一天 神用他的杖 他的肛 把我们引导回来 有时候甚至用鞭子 打我们 让我们能够回归到这条异路上 那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你发现说有一个问题 永远都回避不了 那就是罪的问题 我们的神 他是很有能力的神 但是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也有需要 那面对需要 我们知道神有能力成全 但是中间有罪恶 在拦阻 怎么办 我们就要 诚实的认自己的罪 那主耶稣 就会赦免我们 并且立志 我们不再犯这样的罪 那这样子 我们的敬拜的拦阻 就被除去 一个人如果天天犯罪 经常犯罪 那他跟神的关系 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 当中会有很大的拦阻在 所以我们每一次 哪怕我们像 有一个目道者 愿意来亲近主 我们都会跟他讲 我们要向他认罪 悔改 然后把我们内心的需要 告诉他 并非神的板壁缩短 并非神的耳朵发成 没有听见我们祷告的声音 而是因为罪 隔绝了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 向神诚实 坦白自己的罪 所以 那他就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再来我们看 第四节 第四节 他说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 知主了 感谢主 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 一个因为主而满足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特别的门福的 我们看到被神 从万民中 特别拣选出来 拣选出来做什么呢 这里第四节 说 使他能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 住在你院中 住在院中做什么呢 当然 侍奉神 在旧约当中 谁能够住在圣殿当中 就是那些侍奉神的立位人 那今天在新约的时代 圣经 彼得前书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 可以到主的宝座前 来侍奉他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门主的卷选 我们能够亲近他 能够侍奉他 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和福气 那这位作者 我们看到他以这个为满足 以这个为满足 以他能够被拣选 侍奉神而满足 那今天我们是否以此为满足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并不是以神为满足 而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满足 我们常常是把神 把信仰当作一个跳板 我只要信了主 我好像就能发财 只要信了主 我原本可能找不到另外一半 我可以找到了 我只要信了主 我工作上的某些问题 就被解决了 我只要信了主 我可能一下子变得聪明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以神为目标来追求 而是把神当工具来使用 我只要信了神 我可以改善我生活 或者技能上一切的这些问题 那这样子你发现说 它是一种本末导致的 我们永远是没办法满足的 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结婚了 有了配偶 他就能满足嘛 一个人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他真的就满足了嘛 一个人拥有一套房子 他就能满足嘛 他无法满足 我们真正的满足 你发现说 是在灵里面的一种满足 那这种满足需要透过亲近神 示分神来得到的 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错觉 感觉说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穷乏人 不光是你某一方面的穷乏 我们都是要希望说 神能够改变我这种局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件事情祷告这么久 神都没有成就 我们心里很内心 很灰心 很失望 但是我们也要感谢神啊 有许多时候神没有应允我们所求的 当然他听见了 其实我们更加要感谢神 我们许多时候 我们内心希望说 哎呀我的工作能够节节高升 但是我们却过的生活是远离神的生活 哎呀然后一边还在抱怨神 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工作 让我一直处在这样一个很底层的地步 其实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个人远离神 然后你又节节高升 这其实会助长我们里头的骄傲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为什么被阻挡 因为我们内心是一个骄傲的人 我们是一个想要用自己的意识 去代替神的人 所以还有我们内心的满足 所建立的一个方向是错误的 我们是建立在物质层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啊 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当时有人跟我妈妈传飞 他说只要信主啊 向神求什么都能得到 这其实到今天我们可能也是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求什么神都可以得到 理论上好像行得通 的确神是全能的神 有什么祂是办不到的 但是圣经其实还告诉我们 要照着主的旨意求 照着主的旨意求啊 那我们所求的才能够得到满足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信主 听道理 我们读圣经当中 进一步去提升的地方 并不是你求了 你就会得到满足 而是我们所求的是否符合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 你会发现说 原来神不给我 是为了我好 是爱我 但有人会说 有什么不是神的旨意 明明这件事情 在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身上 为什么他可以 我就不可以呢 我要求的又不是要犯罪 要干什么 其实有时候想想也很有道理 没有错 人家房子那么大 要开的车那么好 我只 我要求也不过分 我只要有房子 有个小一点的房子就可以 为什么就不行呢 那当然 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道路 你发现说也是量身定 给我们量身定做的 不是说 那个弟兄的道路 就跟你完全是一样的 他很多时候包括赚钱的机会 其实 也是一步一步的 并不是一处而就 我们 一个人他 在这世界上 要富足 的确他有一些条件 除了敬畏神 是前提之外 其实我们人 也有很多单敬的本分 你要 比如说要 我们人也要 殷勤做工 还有我们 有很多 有些技能 我们需要去学习 需要 需要去靠着主去攻克 那等等 那这些其实 也是在神的手中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拒绝这一切的学习 那当然 我们跟我们所求的 并不匹配 我们想一想一个很懒惰的人 他却拥有了极大的财富 那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试堂 你什么都没有 劳动过 但是你却拥有了那么多 其实这样的人很容易跌倒的 所以我们今天 神给我们的 神所赐的福 其实并不加上忧虑 我们看看有些人 他 比如说通过赌博 获得的钱财 通过一些投机 习巧的办法 获得的暴力 这些东西 其实很容易 他就丢失掉的 我们守不住的 虽然你曾经拥有过 但是很快你就失去了 那这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生活 神给我们的生活 他是一种安稳的 那这种安稳 是在他里面的 神给我们的生活 是一种满足的 这种满足是因为他而知足 并不是因为 我们这些 世上的需要 而得到满足 他没有说这些需要 我们满足了 我们也要向神感恩 但是我们内心 最深层次的需要 是主本身 感谢主 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要分享的内容 那位聆听祷告的主 那这位主 他也是在圣殿中的主 被我们敬拜的主 那其实 我们所分享的这个主题 神河满了水 这其实是一幅 非常滋润的画面 神的河满了水 那这个河的水 从哪里出来呢 从他的殿中流出的 那流到哪里呢 流到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 他其实谈到我们这位主 他是平静 平静 纷烂的神 我们在这世上 虽然有苦难 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那位福气的源头 我们这位主 看第五节 我们可以知道 他源是普天下人的主 我们看第五节 拯救我们的神 你必以威严与公义 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极 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依靠的 这里谈到说 一切地极 和海上远处的人 指的就是所有的人 普天下人 曾经所依靠的那一位 我们这位主 我们知道他是创造的主 我们人类的始祖 也是他所创造 我们今天 人这么多 其实最初的时候 都是从一个人出来的 就是亚当出来的 那因为人犯罪 离开神的面 所以 我们流离飘淡在世间 我们要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了 该隐犯罪了 神给人的刑罚 还有地也受了咒诅 所以圣经里面说 荆棘和激励要展出来 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工作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的纷浪 就像这一年一年以来 我们的世界的疫情 我们看到这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无助的 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 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样 这个疫情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的内心是有盼望的 我们看到在这疫情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他身上的见证 激励着我们 特别是信靠主的人 很多时候其实神特别 神里面说将他安置在高处 住在至高者的硬币之下 虽然外面有风浪 外面有危险 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却有平安 不用说我们信主的 很多时候信主的家人 也因为我们很能福啊 有一个姐妹 她的一个孩子是在加拿大 那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她要回国 当然回国有很多的程序 她也要包括隔离之类的 那这位姐妹她很虔诚 经常祷告主 那她这个女儿 她要回国的时候 她也一直为她祷告 那很奇妙 她女儿买好了机票 原本是第二天要回来了 那很奇妙的是 那个晚上 她的 她那个孩子 一直发高烧不退 结果第二天 飞机 她就没办法去 因为一直发烧 然后就把那个机票 给她取消了 结果 很奇妙的是什么呢 那辆车上 那确诊的吉利是星光 假如说 她女儿坐的是哪班飞机 那当然 那就很危险了 可能就要全部成为隔离重点的对象 甚至可能就很麻烦 但是没有 那结果 当事后才知道说 那架飞机 原来上面有确诊的病了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 后面因为下了飞机之后 就是确诊的病例 那神保守了他们 那很奇妙 再过了几天 那他们当然后面回来了 那很奇妙 就后面一天 飞机上也有确诊的病例 就是他们那一天 那一帮吃里面 没有 随书的特别的保守 特别的保守 所以我们看到信主的家人 常常也门主耶稣的保守和眷顾 只要我们虔诚的依靠主 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应许 不当我们连我们的帐篷 主耶稣 神都保守 就是我们的家 那这是谈到 我们虽然在世界中 我们如今面对这样的疫情 但是我们内心是有神 做我们坚实的后盾 在这节经 在第六节第七节 我们可以看到 珠山珠海 这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看到说这位 我们在这世间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 那珠山珠海 其实它代表着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 神里面说 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上 世上充满了苦难 但是主耶稣 我们这位神 祂在掌权 这世界无论怎么样 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的心在主里面 我们就能得到平安 我们看到 我们这位神 是在世界中 祂能平静纷烂的神 能够支柱纷争的主 我们看这里第七节 第六节第七节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 安定珠山 使珠海的响声 和其中的波 其中波澜的响声 使并万民的喧哗 都平静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 无论是山也好 海也好 人的喧哗也好 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当这里世界 这里山跟海 我们看到说 这些里头也代表着这个世界 然后这个纷浪 还有喧哗 它其实让我们看到一种 一种危险 但是这一切都在那位大能的主 手中 他施行大能 让这些看的人 因见他这个作为 内心就惧怕 这个惧怕也可以翻译成敬畏 内心就心生敬畏之心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怕神 因为你没有 很多人没有经历到神 当我们经历到神 你就会敬畏他 原来我们这位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有很多人信主信很多年 到后面有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真的有神 我过去 糊里糊涂做的那些事情 说想想你都害怕 那感谢神 主耶稣保守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回转过来 那这是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 在这世间当中 我们这位神 他是平静纷烂的神 当然在这世界上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 他是在掌权的 前面世界告诉我们 这位神在圣殿中 他特别是提到 在圣殿中 是我们所敬拜的 到了这第五节到第八节 让我们看到 在这世界上 他仍然在掌权 就好像当一地书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主题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无论这世代怎样的变化 王朝怎样的更替 神始终是至高的神 我们每一个向神 祷告的人 我们内心 内心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神在掌权 无论人在怎么嚣张 人的势力在怎么大 神始终是神 人有的时候 嚣张只不过是一时的 那些没有说 你看到一些恶人在那里横行 但是他们 也不过是短暂的 神最终要施行他的公义 所以你看到说 这世界风浪在大 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在强 但是神始终是在掌权的 当然我们要投靠他 我们要顺服他 我们要服在他的全能之下 因看见他的作为而心生敬畏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在座的 我们其实很多人人生中 有许多重要的经历 这些经历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年纪很轻 很多事情我们存以侥幸 我们以为说没关系 但是正因为很多次的没关系 到最后用血和泪凝结成了侥幸 并不是没关系 我们很多时候 自己也许你欺骗自己 但神你是无法欺骗的 许多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自己一切的思想 我们向他来倾诉 我们要求神能够保守我们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行的 我们每一天都要成临在神的当中 那感谢主 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 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这位神 祂是满有恩典的神 满有恩典的神 我们先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润平离井 降甘霖 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门里赐福 感谢主 其实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滋润的画面 就是我们看到第九节 降下透雨 然后 神的河满了水 你看从上到下 降雨 神的河满了水 然后这个水又往外的流液 来浇灌大地 来浇透地的离沟 润平离井 然后降干临时地软活 然后看到第十一节 十一节里面说 路径都低下之游 我们看到这些经文 让我们看到一幅很滋润的画面 从上到下 然后到神的河一直往外满意 我们看到每一个层面都门神的赐福 神的河满了水 我们今天 我们 我们的这个 在主里面 我们领受这个恩典 它的源头在哪里 从神那里来的 这些恩典不是靠你聪明 你努力换取的 而是从圣殿中向外涌流 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 在圣殿中这种敬拜 等候赞美 向神还愿 在神那里能够 希望得门神的喜悦 要除去这一切的罪 然后因神能够满足 为什么 其实虽然第四节里面谈到 因为他的居所圣殿 其实这个背后 他传达一个信息 其实就是神本身 圣殿他本身能给我们什么呢 其实是圣殿背后的那一位神 就好像这个教堂建筑物一样 他再漂亮 他只不过是建筑物 他再漂亮 他难道能给我们什么吗 他只是不能动的建筑 但是真正能动的是什么 那一位神啊 那位将这里分别为圣 那位将他的灵充满这里的神 所以他的福气啊 从他里头不断的向外涌流 从他的殿中啊 向外涌流 流到这世界 无论你在世界上你工作 你遇到任何的患难 但是赐福的源头在于他 一切平安的源头也在他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到第九节到十三节 这段经文 神河满了水 是一个非常滋润的画面 那还有 这个水流出来 整个路径都低下之游 那当然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个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恩典他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冠冕我们很好理解 头上戴着一个冠冕 金光散散的 那这个金光散散是什么 是恩典的记号 那人一下子就看到说 这个人是蛮有恩典的 那神给一个敬畏他的人 一个仰望他的人 是蛮有恩典的记号 所以我们信主啊 有的时候你刚刚开始信 有的人可能还感觉到逼迫 我家里的人不同意 对我们信仰很多时候有逼迫 但是当你坚持下来靠主得胜 信主很多年之后 你发现很多人都说信主很好 包括曾经逼迫你的情人 朋友 有村庄里面的人 都说信耶稣很好 你们也要去信 我们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 牧道朋友 当然他不信 但是他会说信主很好 刚开始你甘信 他可能反对你 但是信了很多年之后 他看到你 真的是信的值了 信的是值了 所以路径都低下自由 虽然过程当中有苦难 但是到最后你去回顾的时候 这真的是神恩典 神的恩典 再来我们看到说 十二节滴在旷野的草产上 你看这个水 不断到涌外 向外涌流 涌到那个五谷 滋润五谷 然后涌到这个草产上 草产上充满了羊群 草产上满了羊群 那这是一个非常富老的画面 古代当然他们财富 羊群是一种象征 你家里有多少的牛羊 哇 草产上满了羊 说明说这个人生活很门福 生活是非常富足的 那这种富足从哪里来 从神的神那里来 神的河满了水 向外洋溢出来 让我们的生活都得到之论 那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其实让我们看到 这位神在我们生活中的神 在我们工作中的神 你看 当然这里因为古代是一种农业社会 让我们看到一幅 非常五谷分收的画面 然后同时这个羊群是成群的 是非常门福的画面 生活是这个生活啊工作啊 都是门神的赐福的 那这里说十三节 草产以羊群为一 谷中也斩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那些神 所以我们这位神 祂是蛮有恩典的神 我们今天回顾一下这一年以来 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典 虽然今天因为疫情的缘故 有许多人 可能一些人 没有了工作 有一些人做生意 可能 变得有些困难 但是我们发现 当然大部分人来讲 他内心 是满足的 是喜乐的 你看到说很多不幸的外班人 他们感觉到压抑 这一年太难了 但是在主 主里面 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感恩 感谢主 在这样的 这一年当中 很多工作 主都没有影响 甚至有的人换工作 在这一年当中 门主耶稣的保守 都能够找到出路 生活门主耶稣的圈悟 所以我们一个信主的人 我们一个依靠主的人 主一定会给我们 生活是有出路的 当然刚开始 我们也会感受到一些难处 那不要紧 我们把这一切的难处 把它带到神的面前 好像第一节 第四节告诉我们 我们这位主 祂是聆听祷告的主 你有什么难处 你就跟祂诉说 然后祂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个良好的互动 当我们懂得 常常的去圣殿 去养万圣 当然我们今天 因为疫情期间 每个人在家中 来礼拜 那圣殿 当然不单只是说 教堂而已 当我们把 在你的家中 你用诚实 你用心灵诚实 敬拜神的时候 你所敬拜的地方 神也分别为圣 神也纪念我们的敬拜 那我们所祈求的 才能得到神的应允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说 我们祷告了主啊 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们却 没有在神面前 有一个敬拜的心 其实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一颗敬拜的心 你先不要说 你有什么问题 而是先预备 你一颗敬拜的心 你看到那位至高的神 祂是配得我们赞美的 那位至高的神 祂是又真又活的 在你遗忘的经历当中 你一点一点的去数算 看到神一次于一次的 带领我们 真的我们信主 到今年大概26年 那在这整个过程 当然刚信的那些年 真的很难 感觉到神何时 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到了今年的时候 你发现说 曾经的那些问题 都不再是问题了 当然我们会面对新的需要 但是面对这些新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相信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用不到这些 虽然我们忧虑的明天 后天的事情 但是够用 因为神的河满了水 路径都滴下之游 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这个自由 跟着我们的脚印 也不断的往前走 所以我们每一步 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我们不要忧虑太远的事情 我们不要跟人随便的去攀比 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但是这些需要 是否是神要给我们的 其实神对每个人的道路的带领 都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就要回归到神的面前 我们常常向神感恩 当我们内心一直有抱怨 一直 一直觉得不够的时候 你要敬拜神 你要感谢神 主啊 我感谢你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你已经给我了这么多 我感恩 我向你献上感恩 我要敬拜你 我要赞美你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你发现说我们内心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 他们曾遇到过无数的问题 比如说很多时候面对战争 我们看到约沙法王 有一次面对外在强敌的时候 他寻求神 他在他的军队前面设立师帮 然后他也 神叫他说你要摆正 什么叫摆正 摆正其实他们服服在那里 然后在敬拜神 在等候神 最终你看到说神让他们得色 在敬拜中啊 神让他们得色 我想到我很多 我曾经面对的很多问题哦 后面回过头来去想哦 真的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孤单无助的时候 我们可能 像无头苍蝇一样想要解决问题 找这个人找那个人 当然奇妙我有时候感觉说 我是一个很不爱动的人 尤其遇到一些大的艰难的时候 感觉说我不知道说要找谁 那有好几次哦 我就在那里一个人就忏思祷告 有时候边忏便流眼泪哦 然后到过后 发现说神已经为我增长 在前面为我开了道路 那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当我们愿意敬拜神的时候 其实这里头的大能是神为我们增长 好像约沙法王一样所面对的 最后神用他的方式击杀了敌人 好像西西加王一样 面对亚述的强敌啊 十八万五千人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他只能回归到神面前 所以他向神祷告 告诉神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应对 最后神拆牌十则 一夜之间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 那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他 回到圣殿中赞美他 当然我们在家中也可以敬拜 来赞美神 当我们内心赞美敬拜的时候 你发现说内心充满了喜乐 虽然我还要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你看到了出路 所以这篇诗篇其实非常的美 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恩典 一个福气从圣殿的源头 不断的向外涌流 一个跟神之间 有着亲密关系的人 他所会遇到的问题 他在这世界上 他在他的工作中 都遇到问题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 神的河满了水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每一步都有他的自由 遮盖我们的每一个脚印 我们所踏的每一步 都是恩典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 虽然我们祷告没有马上成全 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一想 神是爱我的 假如这件事情成就了 会怎样呢 难道成就了 你就因此满足了吗 成就了 你就可以不用再亲近神了吗 很多有的人他祷告只是阶段性 这件事情神成就了 再也不祷告了 你发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赤裸裸之间 求的关系 我求了 你给我满足 这种其实生命的状态 就是孩子的状态 并没有长大 所以在这个求 没有得应允的过程中 我们的灵性会得到提升 让我们去思考 让我们在真理上不断的装备自己 感谢主 那最后我们再读这一段经文 作为结束 第九节 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德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的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润平离井 将刚临 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 能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之忧 低在旷野的草产上 小山以欢乐树腰 朝长以羊群为宜 鼓中也斩满了五骨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感谢主 最后我们再 请不吝点赞